好了,又是美來臣,跟大家玩玩玩具的玩側 今天呢,美來臣想跟大家玩的鞋子寶出的都是黑掛卡的 Star War裡面的皇帝 那呢,這隻皇帝呢,應該算是幾經典的角色 也都本來是一個議員 跟著後來呢,誤到阿力錢去接受自己的陰暗面 而成為特斯偉達,即是黑武士 那呢,這隻皇帝呢,老實說,我個人覺得 應該是3.75吋裡面的一個巔峰之作 為什麼呢?頭雕真是很靚靚得很膠 那開了盒就看到一對替換的電手型 還有一支拐杖 那整隻是布製披風 那我就先把配件拿出來 那整隻東西基本上沒什麼 介紹性並不算是十分大得誇張 先看看配件先吧,兩隻電手應該是他的招牌 手型來的,大家看看 就是這樣 細節度是有的,因為在劇中它是用電的 用一隻手來電人 就是類似隻的 所以呢,它有這對拐牌手,我一點都不出奇 但是我最出奇,它居然會配有這一支手像 在劇中我沒有什麼印象它會有用拐杖這個moment 但是它居然又配這樣 這一點可以看得出 鞋子的部分角度來說是多良心 那麼,細節上色這支拐杖有些比較膠色的感覺 但是呢,手就上色漂亮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它整隻手應該都是透明件來的 但是呢 手型部分它是單獨上皮膚的顏色 那就是,這些真是好考工廠大媽的細心度 那好了,就到主體 主體方面,我們來看看頭條 頭條方面呢 大家看看 我個人覺得還原有七八成 我個人覺得 頭部這個披風這個模是硬膠來的 正常可以拆得出來的 拆得出來就是這樣 你們覺得像不像? 我覺得已經很像了 作為一隻3.75吋10cm不到的物體 手吧 手可以左右遞起沒有問題 這隻手是 標配就是拿武器的手型來的 拿著拐杖是可以的 沒有問題 那就 構造 那 就算現在這樣看 我覺得可動性也不算差得好 交掛 個人覺得是可以接受 左右靈魂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沒有前後 屈肚的關節 不可以彎腰 到腳下面 披風也是布製的 那 就 這樣 90度是最盡可動的 腳 可動是有點差的 這一點是真的有點差的可動 我屈給大家看看 這一種構造我其實是很不喜歡的 因為他以今時今的技術 他可以完完全全按SHF那種構造來出的 但是他不出 他最盡是這樣 前後 前後 第 並沒有求刑關節 這裏 所以是很差的 這設計 我真的不明白 鞋子寶怎麼想的 這件事 即是 2023年 這個moment 都還可以出到一隻東西是這樣呢 我真的打個問號給他 那些錢 都花光在哪裡呢 但是 如果你說 以還原總體性來說 這隻東西的造型是OK的 但是 如果論可動 他絕對不會是當中的最高可動那個 只能說是 基本可動是齊全給你 就是這樣 好老實說 如果 鞋子寶肯改變這個策略 將這隻腳這個位置 換成類似SIC極魂 或者是 魔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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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蹟宇宙系列 3.75吋 那些數字 應該會更加 多人喜歡 3.75吋 星戰系列 話雖如此 大隻東西 出來的效果 其實真的多 幾正 我個人推薦的 如果你們是 Star Wars的 老殘粉 就 值得買的 那我手拔出來 就是 大家看看 是一條球型的 但不會很容易斷 我個人覺得可以 完全是 粗玩是沒有問題的 你不是硬要扭斷它 正常都不會怎麼扭斷 頭的那種是左右零 是沒有問題的 我拔了給你們看 但是呢 我這裡已經有些 掉漆了 這些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這隻手沒有做到彎曲關節 所以 只可以直插直拔 不可以 好像我們的手這樣 是不可以的 大概就是這樣 兩邊手都可以替換的 那我拔完這邊給大家看 在劇中他用這些電來電死了溫度 那就是這樣 老實說他也算是 阿力琴的師傅 為什麼呢 阿力琴接受了自己的陰暗面之後 就拜了他皇帝為師傅 所以呢 他其實也算是阿力琴的師傅 就是克武士的師傅 那好了 今期視頻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玩更多玩具 拜拜